- 抗戰,在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心中,這是一個永遠難以磨滅的傷痕與記憶,尤其對經歷過抗戰恐難及血淚戰鬥經驗的老兵們來說,他們在抗日戰場中,曾經以身軀對抗日軍的坦克大砲,多少同樣的戰鬥? 同胞倒在自己的身邊,歲月所凝聚的記憶更是隨著年齡的老去而更加鮮明,其中南京保衛戰及其隨後的南京大屠殺更是中華民族永遠不能忘懷的痛 這個戰爭的確正是殘忍了,作戰就是殘忍了,我在跟日本人做的看了死好多,我們的人死好多,傷好多,那傷病都殘忍了很了 可是你看到那個現象啊,你就想,啪一槍是啥了算了 他每一個,每一個抓到每一個我們的這個俘羅,啪一刀撒下去,頭就嘩掉下來 抓一個,撒一個,不問 你不問,你是傅羅,你是什麽番號,你有什麽大日本人,根本沒有什麽口供可言 就一個一棵大樹前面,離得我大概一百公尺不到,就這個樣子 我就在一個分地的旁邊這樣子看著,啊,他一刀刀撒下去,那從那個,從那個時候起,我的人生觀整個變了 我說打仗,就是把敵人殺死,沒有別的,你殺不死他,你就完了,你就敗了 一樣 和咀打仗 和咀打仗 吱咬 和咀打仗